3月下旬,与生结贤花华个人特刊发售,杂志Kiss and Cry放出了许多图片,对与生结贤整一个北京冬奥会之旅做了一个回顾。 封底刊出了一张在网络上非常出圈的照片,与生结贤与中国花华选手金柏阳投靠头的合照,他们两个的友谊很早就开始了,金柏阳还曾在个人账号上面感叹,与生太帅了。 与生结贤优美的花华姿态和耀眼的成绩,让他也成为了金柏阳小时候的偶像。 2014年,与生结贤获得索契冬奥会的南丹花华冠军,是亚洲第一位在冬奥会上获得南丹花华的选手。 2015年,金柏阳深入成人组,与童年举行的NHK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同台竞技,金柏阳在这场比赛中, 跳出了国际比赛的第一个勾手四周跳结合外点兵三周高难度连跳动作,成为了我国男子丹仁华里程碑式的人物。 与生结贤从此也开始注意上了他,把他视为劲敌。 后来,他们多次同台竞技,与生结贤和金柏阳都成为了南丹花华界不可或缺的星星。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与生结贤再次获得冠军,而金柏阳也在此次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取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时间来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生结贤在短节目失利,错失了进入前三名的机会,最终位列第四结束了比赛。 金柏阳选手也仅拿到了第九名的排名。 在北京冬奥会花华表演华的彩排中,与生结贤戴上了金柏阳送的冰敦敦的帽子,共同合照。 他们两个也一起表演了男子双人华,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幕。 金柏阳从小时候对偶像的崇拜与憧憬,再到同台竞技,大放异彩,让与生结贤无法忽视这个强敌。 再到二人一届届参加比赛,日渐亲密,成为了好朋友。 金柏阳也说,与生前辈的精神是不可思议的,坚持了三届冬奥会,这样也鼓舞了他,给了他不断突破自我的动力。 希望二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友谊长存。 日本人怎么都没有想到,仅仅只是经过了一场运动会, 他们的冰雪王子与生结贤,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人喜爱的大明星。 拥有比女孩还要精致的面容的与生结贤,却是一位身体强健的运动员。 也许这样的外形本身就具备了让他成为传奇人物的条件。 3月28号,中国的门户网站搜狐这样报道了这位日本冰雪王子。 他不是演员,但是比演员的颜值更高,他不是偶像,却比偶像拥有更多的粉丝和追求者。 日本人评价搜狐的报道说,这位日本花样滑冰选手至今创造了无数奇迹, 他的活跃使所有人抛弃了国籍的偏见。 其实,与生结贤在日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就连天皇陛下的长女爱子公主都在追与生结贤的传闻。 据说,爱子公主从小就喜欢滑冰,日本媒体报道说,她特别喜欢与生结贤。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与生结贤应邀出席了在皇宫举鞋的茶话会。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爱子公主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最擅长的跳跃是什么? 与生结贤回答说,阿克塞尔跳跃,两人从此结缘,后来更是被传出与生结贤将要入赘皇室的留言。 日本媒体报道说,与生结贤很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赞赏。 央视女主持人陈寅这样评价与生结贤说,她温润如玉,苍尽四松,她的舞姿如白天鹅般的优雅,又仿若龙游大海。 很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发现,与生结贤在日本的名气其实还不如她在中国那么响亮。 看到日本媒体报道的与生结贤在中国如何如何受到追捧的新闻之后, 他们笑着说,满屏都是日本人吃醋的感觉。 感谢观看